兄弟们,我是有风,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做视频赚钱 但是你又是个新手不知道从何入手的话 今天有风有个AI工具强烈推荐给你 你只需要轻轻点击一下 它就可以帮你创造出像那些热门频道里面 比较酷炫的短视频 比如说让人停步下来的历史揭秘短视频 还有让人大开眼界的与肉探索科学探索的短视频 通过这款不错的AI视频神奇 即使你是小白 也可以制作出一些比较酷炫 比较专业的短视频 嘿 allemaal vandaag wil ik het hebben over iets heel persoonlicks zelfliefde 跟着有风一起来操作一下 名字叫做Clipwise 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兄弟们可以先暂停一下视频 在视频下方表述里面 打开这个链接 先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 视频非常地重要 Clipwise的话制作短视频非常简单 它主要是通过三部来完成 这里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些案例视频 第一步的话你可以输入你的想法 告诉它你想制作什么样的视频 给它一个简单的提示 然后选择你的视频的风格 它里面的视频风格很多 你可以随便选一个 接下来第一步的话 你可以制定一配置 比如说当它生成好以后 你可以更改一下里面的图片 更改一下里面的脚本 你可以预览一下 你不改也可以 直接就可以进行一个下载分享的 非常地简单 因为AI工具的话 它不会设计得太复杂 它就跟GPT一样给它提示 它给你视频 第一次进来的话 你可以点击右上角 这个Sign App 你可以用你的Gmail 一项登录一下就可以了 这里的话我选择用我的Google账号 直接进行登录 好登录进来以后的话 这里的话就开始创作了 第一步的话 你选择你的视频的语言 它支持的语言还是 它支持英语 法语 还有意大利语 就有几个比较主流的语言 它的支持只是说目前来说不止中文 但是我们在油管上做视频 我建议大家还是做英文类的这种短视频 因为英文类的广告费的话 会比中文的高很多很多 然后第二个的话 我们今天的话 我们就用英文来制作一个 第二个地方 这里就输入你的一个提示词 如果说你没有任何的想法 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点击它下面的 你看它下面的有一些预设的视频 你可以先点一下来试一下 还有一种方法的话 交给GPT来帮我们写一个提示词 这个地方你给它的一个提示词越详细 等一下它生成出来的视频效果的话 可能就更符合你的要求 我打开GPT以后 我把这个提示词发送给它 我准备做一些关于科学探索的短视频 请给我一些方向 通过这个方式 在下面的话我们可以找到非常多的一些主题方向 因为比如说为什么天空是蓝色 和再生能源技术 智能家具技术 基因编程的未来等等 它里面的话会给你很多主题方向 如果说上面没有你满意的 你还可以叫GPT 再来一起 GPT的话会给你更多的一个内容创作的一个方向 假如说我对这个感兴趣 比如说时间绿星 那我可以根据这个的话来制作一个短视频 我们来试一下 但是有风刚才说了 我们如果说想要一个更好的一个短视频 我们不能单单给它一个简单的一个提示词 我们可以更稍微更详细一些 比如说上面这个时间旅行的科学 时间旅行 比如说我对这个时间旅行感兴趣 我复制一下它 这个提示词我是这样 时间旅行 请给我一个简单的描述文字 而GPT的话会帮我们写一个简短的一个文字 接下来我们叫它翻译成一个英文 翻译成英文以后 我们直接复制过去 点击左下角这个复制 回到我们这个软件 粘贴进来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的话就写的非常的详细 如果中间你又不满意的 你可以稍微更改一下 也没有问题 这里的话选择我们的视频的这种风格 我们点击右上角 这里有个查看全部 我们点一下它 右上角带有他们这个logo的话 是需要升级他们的会员才可以使用 它里面的风格非常多 它里面的风格非常多 如果你英文不好 你看不懂的话 你可以在电脑上安装这样一个 这个软件的名字叫做沉浸式翻译 这个插件安装在电脑上以后 你直接点击它 它就会帮你翻译过来 即使英文不好的朋友也没有关系 它有这种彩色漫画 优雅的现实主义风格 黑色预言的风格 网络漫画的风格 那等等 非常多 还有一个水彩画 纪录片的风格 通渡漫画非常多 免费版 你能选择的 目前的话就只有这一个 大家可以先用免费版 选起感受一下 等一下你看一下它生成出来的效果 是否让你满意 后面的话你再可以考虑要不要进行个付费 那我今天只是给大家做一个演示操作 我选了它 比如说我选这个风格 选了它以后 我直接点击这里有个生成就可以了 它会跳转到下一步 这个地方的话它会帮你 进行一个脚本的生成 还会给你配上一些视频 视频 还有一些图片 这些的话全部都是用AI生成的 生成速度还是很快 你看自己也可以用Mijerney 然后再通过11实验室 也可以制造出来 只是说相对来说比较麻烦 这个工具的话 它可以一键的话 帮你全部搞定就可以了 下面的话已经生成好了 右边的文字的话 你是可以改的 想在后面打字 都是没有问题 左边的图片 如果你不满意也可以改 你点击这个笔 那就可以进行修改 但是必须你是它的会员 你才可以进行修改 前期大家可以先来感受一下 你这也不需要点击这个X 先把它关掉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的话 你可以选择你的一个配音 点击右上角 这里有个X看全部 那里面的话 它有很多很多的配音 那你点击这个播放按钮 你可以来视听一下它这个声音 那你是不是满意 而左边这里可以选择 你配音的一个性别 男性女性 它的一个语调 你可以选择 那这边有很多语调 比如说兴奋 平静 自信 开心 等等也很多 而这里可以选择它的年纪 而它那个年龄的话 这里可以年轻 而中年人 或者说老人都可以 还有它的一个口音 那你是要标准的美国口音 非洲口音 还是澳大利亚口音 都可以选这边 但是再有这种 它这种logo的话 都是需要它的一个付费的会员 升级它的会员才可以用 那免费版本的话 你直接只能选择目前只有这两个 比如说我选择这个蓝4 而选好以后 我们继续点击右下角下一步 这里的话 右边的话 它正在帮我们生成 生成好以后的话 你就可以点击一下这个 来预览一下 我先把声音关掉 而这边的话 你可以先把声音关掉 那么可以直接点击来看一下 而左边的话 它会有一个配音的音乐 在配音的音乐 这个音量你可以调 你看往左边拉音量就很小 你往右边的话 它的音量的话就非常非常大 那点一下它会暂停 点击右上角这里查看全部 那你可以选择更多的一个背景音乐 也是刚才一样 这种它有这种 它的logo是需要它的会员才可以用 那免费版本口选择的不多 那这上面音乐选好以后的话 这里可以调它的一个背景音量的 音乐的一个背景音量 调好以后的话 我们继续往下面拉 那左边这里的话 你可以选择它的一个 这是我们这个字幕的一个显示的位置 试用版的话 你只能选择在最底部 那如果说你想让它 Imagine a world where you could visit your past self 如果你想让它在中间的话 你就需要它的一个 你看它的会员升级才可以 Imagine a world where you could visit your past self or even witness the future 右边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下 你这个字幕显示的一种效果 就是这种字幕的效果 比如说我要黄色 红色 Imagine a world where you could visit your past self or even witness the future time travel 这种蓝色 那都可以 它里面风格很多 可以选择你这个文字的一个字体 那它里面的话 提供了这种这几种字体 那最上面的话 你可以放一个遮罩的一个效果 遮罩的效果的话 你可以点击右上角查看全部 那它里面的话给你提供了几种 那第二种或者说第三种 你都可以在这里选择一下它这种遮罩的效果 那这里全部制作完以后的话 你就直接点击 那右下角这个生成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那适用的话 也让你感受的话 差不多就到这一步了 那如果说你想下载一下呢 你需要升级到它的一个会员才可以 那你可以多试几次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右上角 这里可以创建一个新的视频 然后来到GPT 比如说我们再次再来一个 我准备做一个关于历史揭秘的段视频 请给我一些持有的方向 那这里的话 GPT的话会给我们一些方向 比如说我选这个特罗伊 特罗伊这个战争的真实原因 复制粘贴进来 再叫GPT的话 基于这个的话 再来帮我写一个比较详细的提示词 另外的话叫它翻译成一个英文 有了提示词一样 和刚才一样 我们复制一下它 回到这个软件里面 同样把这个提示词的话 粘贴进来 这次的话 我们可以试一下其他语言 比如说这个法语 我们来试一下 下面的话 同样选择一个风格 这里点击一个 这次我们选这种风格 我们这里点击一个生成 下面的话 它会显示 刚刚制作好的一些视频 都会显示在下面 我们这里点击一个生成 方法的话 和刚才都是一模一样的 配音的话 我们这里可以选一个其他的 很快 你看这里的话 就帮我们制作出来了 它制作速度的话 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快的 好 这里制作好 同样点击这下一步 你先选择一个配音 点击下一步 然后这边的话 又帮我们制作好 这就是它刚刚 帮我们制作好的一个 关于特勒一的一个视频 左边的话是一样的 这里可以选择一个配音 这个音乐的话 你可以不用它的音乐 比如说你把这个视频下载好以后 你在简易里面的话 可以配上你自己的音乐 那也是没有问题 这种可以创作的方式的话 还有视频的话 都非常多 大家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 多去尝试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大概的价格是多少 我们点击右上角购买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右上角做 如果你点了3NU这种曾经式翻译 可以打开把它翻译出来 大家的话可能看起来的话 那就更简单一些 它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就是19美元每个月 还有就是29美元一个月 它支持一个PayPal 还有信用卡付款都可以 19美元一个月的话 你每个月可以生成 10个无水印的高清视频 可以进行无线的图像编辑 有一个最新的一个字幕的一些效果 还有视频长度的一个控制 也是可以 每周可以使用一些高级模板 一小时的优先支持 无限制的一个视频导出 它们的唯一区别的话 就是生成的视频数量的话 可能会有所不同 如果你是新手 你懒得自己去 它这种生成的方式 我们自己其实也是可以做 但是相对来说的话 如果说你自己去做的话 比较麻烦 如果说你想自己做也很简单 比如说你可以用一些AI图片生成工具 可以用Mijoni把生成图片 或者说用Laylado AI的话 也可以帮你生成照片 然后用GPT帮你生成一些脚本 再用这个11实验室 帮你把文字转化成一个 把文字转化成一个声音 最后的话 你再用剪映的话 把它剪辑出来 也是没有问题 只是说相对来说比较麻烦 这个的话就适合那些 比较喜欢偷懒的一些朋友 你想一键的只需要给他一个提示词 就能生成一些短视频 这种方式的话 其实是非常简单 也非常快速的 这种制作视频的速度 还有效率的话 是非常非常高 喜欢偷懒的朋友 可以来尝试一下这个工具 喜欢偷懒的朋友 可以来尝试一下这个工具 相关关系的话 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 简介里面 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视频下方 给有朋友留言 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交流一下 是 是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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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是 我也是 我也是 在视频下来